大家好,欢迎观看数字到第24集 从本期开始,我会花五期节目的篇幅 谈一个复杂但十分有趣的话题 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今天的节目将专注于帮助大家 从直觉上更好的理解SVM模型 首先来看下面的问题 在这个二维的空间里存在着这些数据点 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数据类别 如果我需要你画一条直线 能将两类数据区分开来 并且当有新数据加入时 根据这条线,我们也能够判别它属于哪一类 那么你会怎么画这条线呢? 是这样画,这样画,还是这样画呢? 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延伸到三维空间中 我们如何让一个二维平面区分两类数据 也可以再进一步推演到四维空间 如何让三维超平面区分两类数据 以此类推 那么以上这类问题就可以被归纳为 为了区分两类维度数据 N为数据的样本数 M为维度数 如何设计一个维度为M-1的超平面 将两类数据区分开来 W可以理解为X对应的权重 为了便于我们直觉理解 以下我会先以二维空间的问题为例 找到那条分割线 决策边界 Decision Boundary 我们先看第一种画法 看看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两类数据都有相应的数据点 与决策边界线非常接近 这种画法是很危险的 当我们有一个新的数据 同样接近于该直线时 这样分类错误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我们再看另一种画法 在这种画法中 两类数据中所有的点 都与决策边界线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这个距离起到了缓冲区的作用 当这个缓冲区足够大时 分类结果的可信度就更高了 我们把这个缓冲区称为间隔margin 这个间隔把两类数据所处的空间分隔开来 间隔距离可以体现出两类数据的差异大小 越大的间隔 意味着两类数据差异越大 那么我们区分起来就越容易 因此寻找最佳决策边界线的问题 可以转化为 求解两类数据的最大间隔问题 而间隔的正中就是我们的决策边界 当有新数据需要判断时 根据它处于决策边界的相对位置 我们就可以进行分类了 假设决策边界的超频面方程式为 它上下分别移动C 来到对应的间隔上下边界 由于上下边界一定会经过一些样本数据点 而这些点距离决策边界最近 它们决定了间隔距离 我们称它们为支持向量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该方法命名为支持向量机 我们把等式两边分别除以C得到 我们可以用 W'1 W'2 B'分别替换原方程变量 得到新方程 方程式右侧被转化为正负1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上述两个方程式定义为正负超频面 由于W'B'只是我们需要求解的代号 把它们替换成WB也不影响计算 所以最终只需要求解WB 得到下面三个超频面方程式 正超频面 决策超频面 负超频面 所有正超频面及其上方的数据点 颜色相同都属于正类 负超频面及其下方的点为负类 当有新数据加入 需要我们分类判断时 我们则可以利用它与决策超频面的相对位置来进行分类 关于如何对WB进行求解 我们会有专门的两期节目深入探讨SVM背后的数学推导 假如我们的初始数据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根据之前的方法最后间隔会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我们忽略中间的这个异常点 那么间隔距离也会明显增加 那么我们需不需要为这样一个异常值而牺牲我们的间隔距离呢? 当有更多的异常值呢? 所以我们可以引入损失因子这个概念 那些违背规则的异常点都会有对应的损失值 你可以把间隔距离想象成经营收入 而损失值想象成经营成本 我们的目标则转化为 同时考虑收入和成本因素去最大化我们的利润 这个最优解下形成的间隔 我们称之为软间隔 Soft Margin 它有一定的容错率 目的是在间隔距离和错误大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而之前推导出的间隔则被称为硬间隔 Hard Margin 关于软间隔 我们会有一期专门的节目进行探讨 那么今天最后一个话题 深维转换和Cernal Trick何技巧 在了解何技巧之前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深维转换 看下面的例子 在这个二维空间中 很显然我们不能通过一条直线将其有效区分 但如果我们进行下面的深维转换 增加一个新维度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三维空间中通过超平面将数据区分了 那么对于这些在低维度下无法方便分类的数据 我们就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 一通过合适的维度转换函数将低维数据进行深维 二在高维度下求解SVM模型 找到对应的分割超平面 当有新数据需要进行分类预测时 可以对其先做深维转换操作 再根据高维度下的决策边界超平面进行判断 不过提升维度 你需要明确的维度转换函数 以及更多的数据存储计算需求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避免将数据送入高维度进行计算 却又能获得同样的分类效果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运用Kernel Trick和技巧了 由于SVM的本质是量化两类数据差异的方法 而核函数Kernel Function能够提供高维度向量相似度的测量 通过选取合适的核公式 我们就可以不用知晓具体的维度转换函数 直接获得数据的高维度差异度 并以此来进行分类判断 我们会有一期节目专门探讨核技巧 这需要基于我们后面SVM数学推导两期节目中的一些知识点 这里我就先点到为止了 那么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完成了 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了解了以下知识点 SVM的直觉理解 软硬间隔的概念 深维转换以及核技巧的入门知识点和应用场景 节目中提到 接下来我会有四期节目继续SVM这个话题 希望感兴趣的小伙伴关注方英寇 这样就不会错过后面更多关于数据分析理论和职场话题的分享了 最后感谢各位观看 祝大家新春快乐 感谢观看